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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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 杨帝多次巡视江都 王世冲善于观察杨帝的脸色 奉承谄媚顺从他的心意 他制作玉石雕刻和风景才华 诈称远方的珍贵工艺品 献给杨帝讨好 因此 杨帝更加宠信他 王世冲知道隋朝的政局将会混乱 就暗地结交英雄豪杰 广泛收满人心 公元613年 杨玄敢叛乱 进攻东都洛阳 共辉刘元晋为主 占据吴郡 称谦责 立百官 杨帝派了大将土万绪 于聚罗镇压 把刘元晋和朱雀围困在建安 有人虽杨帝进禅言 说二人故意不进攻 有不沉之心 杨帝大怒 即刻将土 于二人彻职法办 随后 隋阳帝任命王世冲指挥进攻刘元晋 并在淮南征目了数万新兵 这批淮南兵成为王世冲的子弟兵 进攻刘元晋 朱谢 连战接结 刘 朱先后战死 但仍有不少余部散在各处围道 王世冲到通玄寺的佛像前焚香力士 约定降着不少 刘元晋的余部听爽后 纷纷投降 不到一个月 王世冲就平定了吴郡 不料 王世冲被信弃义 大局已定后 王世冲把所有投降的 共三万余人全部坑杀 公元617年 大业13年7月 瓦岗军领异 敌 让猛攻东都洛阳 多次击败守军 洛阳求救了文书血片般飞到江都 阳帝不得已 调全国各地精兵救援洛阳 在各路援军中 就有江都通守王世冲率领的江淮 敬足二万人 王世冲等各路援军骑及洛阳 使随在洛阳的兵力达到十余万 王世冲出兵向李密挑战 双方在落口对阵 两军前后交战一百多次 还不分胜负 阳帝又派人到部队任命王世冲为将军 催促打败李密 王世冲带领部队 不过落水跟李密作战 吃了败仗 更淹死了一万多人 就率领于部返回和阳 王世冲自我囚禁起来请罪 岳王阳洞派遣使者释放了他 召回洛阳 驻扎在寒家仓城 收集逃散的士族 公元618年3月 与文化集发动叛乱 随阳帝被试 岳王阳洞作为皇位继承人被拥立为皇帝 年号皇太 在后来的历史中 被称为皇太主 王世冲被阳洞封为郑国公 宇段塔 元文都等其他六人共同辅证 十人称为七贵 宇文化集的叛军到达洛阳郊外 意图攻克洛阳作为根据地 李密被朝廷招安称臣 接受命令带兵攻打宇文化集 李密打败宇文化集班师回朝 他的精兵骏马多半战死 剩下的疲劳困乏 王世冲在夜间派遣三百多名骑兵 秘密进入北山 埋伏在山谷中 命令全体将士马要为保 人要吃好 黎明十分劲逼李密 李密出兵应战 队形还没摆好就打起来了 王世冲埋伏了骑兵 发起冲锋 屈高临下 冲向李密的营地 放火焚烧他的军营 李密的队伍逃散了 他的将领张同仁 陈志略投降了 乘胜追击打向了掩尸 李密逃跑退手落口 李密逃走后 骑在各地的守江纷纷向王世冲投降 王全部占领了李密原来的地盘 势力范围从洛阳一城猛然扩展到整个河南 王世冲同时还得到了李密部下的秦书宝 陈志姐 秀氏陈咬金 罗氏信 裴仁基 善雄信等名臣大将 手下因而人才极急 公元619年5月23日 王世冲将羊洞废调 自立为帝 国号正 年号开明 公元620年7月初一 唐军在李世明的率领下 出关进攻王世冲 王世冲在刘武州 宋金刚被歼灭时 就已预料到唐的打击 因此 早已做好了动员准备 原本应该会出现比较惨烈的拉锯场面 不料才一开战 王世冲的局面就迅速恶化 郑国各地首将竟然纷纷不战而降 才三个月的时间 洛阳周围巡线 全部落入李世明手中 洛阳成了一座孤城 眼看局势不利 王世冲亲自出面向李世明求和 公元621年5月4年2月 王世冲率领军队 跟李唐朝廷的军队对抗 王世冲的军队败退 李唐朝廷的军队乘胜追击 在城门外驻守 王世冲的步兵不能进城 惊恐溃散向南逃跑 李唐朝廷的军队追杀了几千人 俘虏了五千多人 王世冲从此以后不敢再出城 只是还城固守 等待斗剑德的救援 三月 李世明在虎劳关活捉了斗剑德和王婉 长孙安氏等人 回到洛阳城外 把他们给王世冲观看 王世冲于是统领文武官员 到李世明的军营门前请求投降 投降后的某一天 独孤修哲悲报复仇 带着几人将王世冲在官家处乱刀杀死 王世冲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王世冲